喂! OK! 哇! 大家好,我是光哥,今天在塔斯玛尼亚的摇篮山,现在已经是快七点钟了,我已经忙了一天。 在黄昏的这时候,来到附近的一条河,打算抓紧时间,天黑前的一个小时,钓一下鱼。 没想到太阳出来了,好美。 在这种小溪流,尊鱼肯定体型都不会太大,所以主要使用的一个甲儿还是亮片,1.5克的,2.5克的,3.5克的。 这条河实在是太小了,水也非常浅,我要稍微往下游走一点,看有没有比较大的水塘。 前面有个大水塘。 所以,我们将棋鱼。 钓了一伙鱼完全没有咬口 现在我再往里面走一点点 现在这条河确确实实是非常小的 不过我用的是很小的亮片 理论上来说 如果有尊鱼应该是会来追的 走往前走一点 这有很多动物的粪便 这些动物的粪便 这些一般来说都是小袋鼠的 小袋鼠在这里吃草 然后拉了屎 旁边有一条溪流 非常漂亮 有一条村鱼 OK 上鱼了 钓到了一条村鱼 非常漂亮啊 非常漂亮的一条小尊鱼 这应该看这个体色 感觉是一条Bronchard 鹤尊 非常漂亮的一条鹤尊 非常鲜活 非常漂亮的鲜鱼 但是这一条鲜鱼的体型肯定是不够的 那鲜鱼是一种非常脆弱的鱼 我们要尽快把它放流 好 回到你的溪流中去吧 回到溪流中去吧 我刚才钓到鱼的地方呢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水池 那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 是我前面有一大栋植物 它挡住了那一个尊鱼的视线 因为尊鱼啊 它是非常警惕的鱼 如果看到你站着走动的影子 它可能就不会咬你的耳了 所以大家一般钓尊鱼呢 都会把自己隐藏起来 那这个水池 因为我把自己隐藏得很好 所以呢 我很顺利也钓到一条尊鱼 刚才亮片挂住了 把钩子拉断了 所以要换耳 换上一个小小的浮水铅笔 这种呢 到黄昏的时候 它会尊鱼啊 会吃 喜欢吃水面的虫子 它会以为这是一个水面的虫子 跑到这边 好了 天马上要黑了 我也得该回去了 塔斯巴尼亚虽然没有猛兽 但是还是有好几种毒蛇的 比如说 泰克斯那个虫蛇 copperhead 虫头蛇 这些蛇都剧毒的 被咬到一口不得了 那今天还算不错 吊到了一条小小的鹤尊 那钓尊鱼呢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 我觉得首先一点 就是一定要 隐藏好自己 因为尊鱼是非常警惕的 那其次呢 要用比较小 比较轻的这样的一个耳 比如说一点五克 两点五克 这样的一个小亮片 那还有呢 因为抛头这么小的 就要尽量用很轻的杆子 比较细的线 那今天呢 其实我是用我的骨头杆在抛的是很不顺手的 因为我另外一根软杆被弄断了 那即使是这样 那我用这么不顺手的装备 依旧还是收获了一条尊鱼 还是非常不错的 OK回家了